坏消息传来 中国美国同时坠机 美国在本月份已经发生多次战机坠毁事故 在本月的事故中造成了6人死亡 最为严重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NV-22B鱼鹰轻转弦一击的坠毁 直接导致了5人死亡 另外一起有人缘死亡的事故 美国海军的FA-18A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坠毁事故 面对军机事故不断 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机 在6月13日进行了停飞检查 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为战机故障导致的事故 实际上美军不仅仅在6月份事故频发 在5月份也是如此 期间就有两起F-16CD战斗机因为起落架故障而迫降的事故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海军航空兵一度号称全球第二大空中力量 规模和先进程度仅次于美国空军 比很多国家正而八经的空军还要强大 多年来 海军为维护美国的军事霸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如此 此次停飞命令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 对美国海军的战备能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据悉 停飞指令下达后 美国众多海外军事基地都受到了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超300支海军航空兵部队全体爬窝 不过 即便是在装备妥善率出了大问题的当下 美利坚仍不愿停止耀武扬威的步伐 因此 军方特意为正在执行任务或已经处于部署之中的飞机下了获免令 强调这些战机有必要尽早接受审查 但以执行当前任务为主 在美国军机事故不断的时候 埃及也有噩耗传来 根据埃及公布的消息 埃及空军一架战机在6月19日突发坠毁事故 当时这架战斗机在执行训练任务 从埃及空军发布的消息来看 战斗机出现了机械故障 关键时刻飞行员实施了弹射逃生 从而避免了人员遇难 不过埃及空军并没有说明坠毁战斗机的具体型号 埃及空军的战机是属于典型的万国造 最新的是从法国打索公司引进的阵风战斗机 打索公司的阵风战斗机最近几年是风生水起 除了埃及采购之外 印度也装备了36架阵风战斗机 埃及空军除了有阵风战斗机之外 还有F-16CD战斗机 这批战斗机主要是在土耳其建造 与韩国非常相似 韩国空军的KF-16CD战斗机也是在韩国本土建造的型号 F-16系列是世界上装备规模最大的战斗机型号 目前最新的型号是F-16V布洛克7072批次 美国在推出F-16V的同时 还有提供改装套件 台大在采购F-16V的同时 也购买了改装套件用于现有F-16AB战斗机的改进 埃及空军在装备法国和美国战斗机同时 也有装备从俄罗斯引进的战斗机 目前新锐的是米格-35战斗机 埃及还采购了苏-35这款号称4++的战斗机 不过埃及至今都没有接收建造好的苏-35战斗机 我认为埃及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因此迟迟没有接收苏-35战斗机 实际上埃及在装备法美俄战机之外 也有从中国引进的型号 埃及空军的教练机就有K-8这款外销市场的黑马 埃及空军的K-8教练机是埃及自己建造的型号 因为埃及从中国引进了K-8教练机的生产线 K-8教练机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开发的平台 目前在多个国家服役 埃及通过引进K-8教练机生产线 从而提升了航空制造实力 得益于地缘优势 可以从多个国家采购武器装备 除了战机之外 主战坦克和武装直升机也是属于万国造 埃及同时有美国和俄罗斯的主战坦克 也有美国和俄罗斯的武装直升机的装备 这个与印度颇为相似 而且近期 我国出口到外国的战机接二连三的也发生了坠机事故 先有巴铁的殲-7战机突遭坠毁 后有孟加拉国K-8教练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 有些外媒终于逮到机会 开始大做文章 直接讽刺中国制造质量太差了 和他们的战机压根不能相比 等孟加拉国K-8发生坠机之后 有关部门专门下令必须严查坠机原因 最后查出罪魁祸首 竟然是因为飞行员操作事物导致了坠机 所以说坠机这个黑锅 我们不用背 这起事件被外国媒体抓住的第一个原因是时间太紧 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几天前 间隔时间不长 第二个原因是这两架飞机来自中国 这两个原因一起给了西部发挥的空间 他们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坚负7战斗机是中国制造的米格21的通用版本 至今仍然有一定数量在我国以及海外空军中服役 虽然近期在巴基斯坦 伊朗以及国内都出现了关于坚贴的意外事故 但事故型号 技术状态和生产时间都是有很大区别的 巴基斯坦 伊朗在5月份失去的都是坚叫负7出口型号 属于比较典型的双座教练机 并且本身技术状态相对较差 都是在30年前的90年代初期出口的 而国内海空军虽然曾经也装备了大量歼7 特别是在2010年之前 海航陆基部队装备的歼7EH 空军中的歼7G依然都承担着一定作战任务 也是那个歼南时期的真实写照 但随着国产歼10 歼11 歼16 甚至是歼20服役数量日益增加 海空军中的歼7也逐渐减少 在2020年之后 海军中的歼7单作型已经全部退役 而空军也仅剩下少量歼7小时 歼7E、歼7G等后期改进型号 并且其中的歼7小时 歼7E作为服役时间更长 技术状态更加不佳的型号 在近两年已基本全部退役 在空军现役的约200架歼7中 实际上已2002年才开始生产 并且一直量产到2009年前后的歼7G为绝对主力 此次国内发生意外的歼7型号不详 但大概率就是这款歼7最后改进型号 在现代战争中 装备性能虽然愈发重要 但单体质量之外的数量也非常关键 这是当年苏联空军的战斗机质量 往往比同时代美国战机略逊一筹 却能凭借战斗机规模占有优势的原因 而要想保证自身战斗机装备规模 除了战斗机本身之外 飞行员数量是另一个关键问题 如今已经被外界所接受 在同一时代以中 重型战斗机形成搭配 取得更加消费比的模式 实际上就是扩大机队规模 以保证大量飞行员训练需求的典型做法 而在此之外 使用寿命没有到期的上一代战斗机继续发挥余热 承担部分飞行员训练任务 也是非常常见的做法 即使是在2022年6月 隔海相望的日本航空自卫队 也依然装备着与歼7技术状态接近的美支F-5战斗机作为训练型号 美国海军陆战队甚至在F-35B交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多支AV-8B要是垂直起降战斗机中队的运转 背后的逻辑与国内继续使用歼7G的原因基本相同 就是最简单的还存在使用价值而已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解读空间 从表面上来看 在国内引进的苏27SK 与本空自装备的F-15G这些典型三代机 已经部分退役的情况下 仍然保有歼7G F-5战斗机确实有些别扭 但战斗机服役与否是要考虑到期真实技术状态 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代数划分 就目前来说 国内空军装备的歼7G以及同属而代机的歼8F 都在不断退役 每年官方媒体都会公布多个空军单位换装的消息 表明随着时间推移 歼7G、歼8F剩余使用寿命逐渐消耗 也逐渐失去最后的训练 后备价值 最终彻底退出空军作战序列 也就是最近二、三年的事情 在这期间发生意外 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就此认为歼7的存在不合理也是比较片面的 受历史因素影响 国内空军的发展实际上是在最近十几年才真正发力 第一款国产三代机尖10A 更是在2006年才开始服役 距今不过16年而已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 弥补之前的落后状态 并且花费还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不至于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 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 如今海军二代战斗机全部退役 空军仅剩下300余架 歼7G 歼8F的成绩不能说是完美 但也完全称得上是优秀 外界在近年对歼20 歼16 歼10C出现习以为常识 悠悠谁会意识到其服役 只有不到六年 规模无论如何都不足以满足空军装备需求呢 我国总共生产了4000多架飞机 其中一些已经得到改进 甚至米格工厂的设计者也表达了他们的钦佩 并且坦率地说 我们国家已经开发了一种新版本的米格 肩负器已经出口到30多个国家 至少500多个国家 虽然K8是一架教练机 但它具有一定的攻击能力 也可以用作攻击飞机 一些无力购买高价战斗机的国家可以购买K8 它不仅可以战斗 还可以训练飞行员 一举两得 我国的K8战斗机已经出口到许多国家 销售了200多架 自1987年以来 中巴合作项目已经出口了数百架K-8教练机 具有油耗低 机动性好和航程长的特点 然而 这一模式并不是两国独立开发的 大多数关键设备都是由西方国家提供的 比如发动机和飞行系统 中国的K-8教练机最多可以搭载两个人 它的飞行距离在1300公里到1400公里之间 它可以携带战斗半径约600公里的小型导弹 它自己携带一把23毫米口径的枪 无论是巴基斯坦空军还是孟加拉空军 空军的军费开支都不高 因此 长期以来 它一直在从我国购买价格和性能良好的武器和设备 两国和我国的军事合作涵盖三支军队 可以说是我国军事产品的代言人之一 接连发生的空难也引起了我们军事工业的注意 我们的军事专家必须与两国交流和研究 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 但不是技术故障造成的 这个锅就不能背回去 如今在歼期服役末期出现意外 不能成为彻底否认其价值的证据 而是应该详细调查出事故原因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 感谢您的观看